Hello 大家好 我是神话 今天跟大家分享食神 食神他是怎么诞生的呢 食神他是对照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日主 看其他的甘孜而诞生的 那什么是食神呢 食神就是 我用白话一点来解释吧 食神就是我们所表现 测出来的运势 比方说今年的财运好不好 今年的工作好不好 那就是用食神来代表 那食神就是他有十个 那是哪十个呢 其实食神他是只有五个 是五个阴的五个阳的 加起来就是十个 我先写财号 大家都喜欢财 财就有分正偏财 我先写财 臂 臂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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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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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运势好不好 就是用这十个来测出来看我们好不好 那这五个只是正跟篇 那这代表什么呢 财就是代表我们所说的钱财父亲 男命就代表桃花 冠就是女命的桃花 还有工作 还有男命的小孩 写一写好 他是代表钱财跟父亲 还有男命桃花 这样我比较清楚 那官下就是代表女命的桃花 还有工作 还有男命的小孩 那正片印就是代表妈妈 房子 还有文书 笔尖就是你的同辈同才 同学朋友 笔尖结财还有代表你的兄弟姐妹 那石神跟上官 他是一颗欢喜心 他也代表我们的专业 跟一技之长 财华 财华 女命的小孩 他是对照日主 这个正片 其实他意思大致上是雷同 他就会因为不同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我后续会继续的继续的讲 先让大家了解一下 他这个石神的代表性 我们再复习一次 财就是代表 贤财 父亲跟女命的桃花 还有婚姻哦 就是另一半 那官呢 就是女命的桃花 另一半 女命的婚姻 工作 还有男命的小孩 男命的小孩是官杀 我们叫官杀 那印呢 就是代表 妈妈房子 文书 还有一些证照 就是一些考什么什么 执照啊 那个都叫印 笔结就是同辈朋友 跟兄弟姐妹 就是你的同侪 同学都算 食伤就是 他是一颗欢喜心 刚刚有说 还有你的专业 你的一技之长 还有你的才华 还有女命的小孩 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订阅分享哦 我是神话 感谢收看 拜拜